大家好,这里是最佳拍档,我是小郭 相信大家都知道微软的Copilot可能有的朋友也已经用过了 但估计也有像我一样没赶上车的朋友 现在想用却发现已经收费了 现在新用户只能免费试用一个月 不过最近发现亚马逊的一款新产品叫Code Whisper 它和Copilot类似都是AI编程助手 它是一个通用的基于机器学习的代码生成器 也可以实时的提供代码建议 当你编写代码时 Code Whisper会根据现有的代码和注释 自动生成有针对性的建议 这个建议可以是单行代码,代码块,函数,甚至是注释 它还可以扫描你的代码中的安全问题 最主要的是,个人可以免费使用 Code Whisper支持15种编程语言 包括常用的Python,Java和JavaScript 它可以以插件的形式集成到你常用的IDE中 包括Jetbrain全家筒和VSCode 还支持JupyterLab和亚马逊的SateMaker Studio 接下来咱们就来看看如何在VSCode中使用 其他的IDE上基本类似,大家可以自行尝试 首先打开插件管理界面,搜索AWS 选择这个名为AWS Toolkit的插件并进行安装 安装以后,它会出现在左侧的工具栏中 点击AWS这个图标打开 在下方的Developer Tools中找到Code Whisper 点击Start,它会弹出登录的方式 选择第一个,用个人邮箱注册并用Builder ID登录 这时它会弹出一个提示 让你复制一个验证码,然后打开网页继续处理 咱们点这个Copy Code and Proceed 这时VSCode会向你确认是否要打开外部链接 这里要选择Open,不要选择下面的Copy 除非你把刚才复制的验证码先粘贴到其他地儿了 或者你有剪切板工具 否则你之前复制的验证码就会被覆盖掉 网页打开后,在Code这里粘贴上刚才复制的验证码 并点击Next 这里会有点慢,大家耐心等待一下 接下来如果你已经有Builder ID了 就可以点击下面的白色按钮进行登录 否则的话需要新注册用户 在邮箱这里输入你的邮箱地址 再点击Next 然后根据提示输入用户名 再点击Next 它会往你的邮箱中发送一个验证码 去邮箱中找到这个验证码 回来继续验证 验证通过后 根据提示输入密码就可以创建AWS Builder ID了 然后它会问你是否允许VSCode中的插件访问你的数据 确认之后就可以看到操作成功的提示了 这时再回到VSCode 可以看到Code Whisperer已经在工作了 点击这个Pause Auto Suggestions 可以让它暂停工作 点击后它会变成Resume Auto Suggestions 再次点击它会恢复工作 下方的状态栏中靠左侧会新增Code Whisperer的状态 如果前面的图标是Loading状态 表示它在思考 如果是对勾 则表示它已经思考结束 在你使用Code Whisperer的时候 默认它会将你使用建议时的代码片段共享 并讲这些数据用来提升它的服务质量 当然这不是强制的 如果你不想将你的代码共享给AWS 可以在设置里禁用 禁用后不影响Code Whisperer为你提供服务 点击这个齿轮 打开Code Whisperer的设置 去掉前面的选中状态就可以了 除了刚才说的代码片段 Code Whisperer默认还会收集你的行为数据 比如你接受了某个建议 或者是拒绝了某个建议等等 收集这些也是为了提供更好的服务 如果你也不想共享的话 可以在设置中搜索AWS冒号Telemetry 同样去掉前面的选中状态就可以了 下面咱们来看一下如何使用 Code Whisperer的使用非常简单 它已经嵌入到IDE当中了 可以按IDE的使用习惯去使用就可以了 你只需要正常的编写代码 它就会适时的为你提供建议 如果它没有自动触发的话 也可以用Option加C来手动触发 如果你不接受它的建议 可以按ESC 或者继续输入你自己的代码就可以了 首先咱们来创建一个TypeScript文件 然后写一些注释 比如生成UUID 可以看到下方的Code Whisperer 前面的图标变成了loading状态 过一会儿它就会给出建议 当你把鼠标指向建议时 会显示出来一个工具条 通过它可以切换不同的建议 以及接受建议或逐单词接受 接受建议时 它会把建议全部填入 而逐单词则是你点一下 它接受一个单词或符号 可以随时中断 也可以通过快捷键来控制 用左右键头来切换建议 接受建议是Type键 逐单词接受是Command加右键头 可以在快捷键中根据个人的喜好去修改 除了根据注释来给出建议 Code Whisperer也可以根据函数名来生成函数定义 比如CalculateDatesBetweenTwoDates 可以看到它的建议里还包括了参数的类型 但返回值并没有自己设置 咱们把它补上 Code Whisperer是用AI算法生成的代码 并不能保证100%的准确 但咱们可以尽量去获得更好的结果 以下是几点关于如何获得更准确代码的建议 第一 为Code Whisperer提供更多的代码 代码越多 它获得的上下文信息就越准确 给出的建议也更准确 第二 提供准确的注释 比如上传文件到S3 就比上传文件获得的结果要好 第三 提前导入你要用的库 这样可以防止Code Whisperer使用了其他的库文件 或者你想用的库文件不是你默认的选项 第四 使用更准确的函数命名 比如刚才例子 upload file to S3 就要比upload file强 第五 讲复杂的任务拆分为多个简单的任务 Code Whisperer可以帮我们完成那些繁琐的代码生成 以及那些每次用的都需要上网查一下的功能 以前问ChatGPT之后还得自己手动粘贴回来 现在好了 直接就给你生成到代码里了 最近一直有人说CodePilot太牛了 ChatGPT也太牛了 程序员要下岗了 但真正用过的人都知道 它离能代替一个程序员的工作 还有很长很长一段距离 至于最近大批量的裁员 感觉受经济形势的影响更大一些 所以大家没必要过分焦虑 CodePilot也好 ChatGPT也罢 包括今天说的CodeWhisperer 它们都是工具 是为我们所使用的 就像面馆里削面的机器人 你觉得它能代替厨师去做饭吗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要分享的所有内容了 咱们下期见